我们再学习一个 这个叫人静篇 哥利王的凶落 佛陀知道 虚佛提已离开了人我的执着 但大肆大悲佛陀 在一次的般若会上 仍然苦苦婆心的引出自己修行的事迹 加强虚佛提 行无相不实和无我渡身的信心 佛陀想是回忆时的追溯着往事 说道 虚佛提在我过去身中 有一次在深山里学行 有过这么一段经过 我正盘膝静坐在一棵大树的下面 闭幕撕裂着宇宙的奥秘 和人生的起源 四周的河风极其 花卉土缝的油香 忽然一阵银银的笑声响起 我睁眼一看 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一群 打扮着花枝招展的姑娘 她们穿着公妃的服饰 珠光宝气 使人一看 就觉得她们不是天上仙女 定是人间的王妃 她们手拉着手 嬉笑着走到我的面前 向我问道 修道的 在这样深山重冰里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修道呢 难道你不怕虎豹豺狼 会来伤害你吗 我向她们点点头 端坐的生子回答说 中贵的女士们 在这座深山里修行的 的确只有我一个人 修行并不一定要很多的大力 人有慈心 毒舌猛兽 就不会来伤害 在城市里 金钱美色 磕正权威 也就是三间的虎豹豺狼 我这么一说 那些嫔妃嘛 同时一改杀娇的态度 很恭敬的向我请求说教 我在身边摘了一朵小红花 又继续说道 女士们人生本来 就应该追求快乐 但快乐也是真实的和虚假的 有长久的和短暂的 可是人们都给虚假的 和短暂的快乐所迷惑 她们不知道 像这朵小红花 开放的虽然很美丽 但她并不能永远 土露芬芳 青春和美丽 壮丽和健康都不足依赖 人生贵在农学道 求得生命的圣华 求得生命的扩展 那才是要紧的大事 我正这么说过 一个王者装饰的人 手提宝剑 从草丛中奔来 他走到我的身前 大声贺骂我道 你是什么人 敢大胆的在此调戏我的公妃 大郎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希望你不要这么侮辱人 我看他来世凶虚凶 不能不这么对他说 你像在大梦中过日子 韩丽生说道 威灵远正的我 哥丽王你都不认识 难道你敢来大胆诱惑 或者公妃 大郎 请你不要这么说 修道人要忍辱 所以我不敢毁骂你 但你如此造可业 将来一定不得好果 你行忍辱 我来解剖你的身体 看你还能再说行忍辱吗 去不及就这样 我的眼睛耳朵鼻子 两手两足都一一的 被哥丽王割下 为了渡僧 为了对众生行词 我那时一点称心也没有 我从无我渡僧的精神中 慢慢的积累我的福慧 庄严我的佛果 哥丽王堕落了 我成就佛果了 去不及 行凶的人不是不能圣人 唯有能忍辱的人 才是最后的圣地者 徐古提听完 佛陀往西山中修行了一段事迹 非常感动 他体会到最高的无我真理 终于获证到圣神的空会 不能忍辱的人 修行就不能成就 这段故事在金刚经里面 金刚经这本 修行这个忍辱啊 这个不容易 这个里面讲这些东西 故事和我们人中也一样 我们在人中家庭里边 忍不住就发发火 在社会里边 忍不住发发火 都有这种 忍不住发火的 表现最厉害的 那是用飞机撞大楼了 这厉害的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自己 忍不住了 这些心里边 产生的一些愤怒 有什么原因吗 其实也没啥 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就来了 有的时候呢 有些原因 但是这些实实在的来说 都是自己 三口一三叶 照着的叶的延续 全是 不是贪 一定只有贪 才会撑 你没贪 怎么会撑 现在我们很多人 这个 挣起来挣不着了 生气了 回家骂家人 看见路人 看见谁都觉得是仇人 都想骂他一种 没有贪啊 就没有撑 有贪有撑 才会有失 我们现在人都吃 吃啥呢 都愈吃 全钱不够 都想挣钱 现在金融迷迹过去 房价又砸了 又开始挣钱了 买房子了 又开始买房子了 房价低的时候 痛苦 房价一高 又开始买房子了 这都是个愈痴 我们人啊 都非常愈痴 为什么愈痴呢 就是由于贪 造成的 就是最初的一念无名 愈痴 都是愈痴 你最缺啥 只要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 都是愈痴 都是愈痴 要懂得这个道理 否则你看 这歌的王 就因为这个王妃 跟这个人聊了几句天 而且不高兴 一道一道就把你歌了 你看看这样 你看咱们之间多不多 多啊 很多啊 太多了 昨天我看那个报纸 咱们通知 有个 有两个打工 一个小伙的 一个女孩子 打完工半夜了 后边有个人 就把那个女的就杀了 那个男的 这个小伙人受伤 后来一推 可能就是 一目以为 他们俩谈对象 以前的人杀了 就这么简单 你看看 你说这个傻呀 太多了 这种想象 咱们其实每个人 都有这种心 只不过也没这个胆 没敢去杀别人 是吧 都有这个心 没这个胆 一旦说昏了头了 那就干啥了 有一些有权力的 这个就没着了 人家就打败 而且呢 这个有权力犯 最近报纸也当了好几天 这种事 有个副县长 还谁 就说了他儿子 而让那个 其他那个家长 孩子都打过架 都在跪着面前 道歉 都打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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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到今 都有 为什么 就是个贪重 是那边 所以说 修行佛法 赠得 忍辱 他行 这个忍辱 必须要证着什么 叫无声 法 有个 有个 没证到那个 以前 我们这个忍辱 都是假的 有条件 忍辱 不是真忍辱 不是真忍辱 都是真忍辱 你先证点吧 忍忍忍心里边的怨气 越来越多了 受到的爆发 可能一样 真正的人 无声法人 那就是说 看到万事万物 那都是虚幻 都是虚幻 没有真实 而且有正道的那个程度 你绝不会再生生气 你别说 干嘛干嘛 在他眼里 无非都跟一个 换花似的 换你 不是真实 他可别生气 他能够生不起这个气 这个叫做无声法 所以我们修行 现在有处几个人 即使没到无人法 有个人 要从佛法中间 尤其从因果 去判断 用因果去解脱自己 别人骂了我们 包括在单位里边 可能领导 让我们猛干 老批评 还不得好果 我们想 你无非就是因果 用因果 去对峙 用因果去开解自己 你就没有烦恼 一定要这样 否判断 否则你产生一个烦恼 你心里边就有个毒 这个毒啊 你放心 就开始发酵了 慢慢发酵 发酵 越来越大迟早的爆发 大迟早的爆发 所以这个 咱们大家 修行 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忍辱 这个忍辱 现在忍辱 就是假的忍辱 不是根本 所以一定要佛 用佛的道理啊 解释清楚 解放开 假通 你真不认为 即使真的不生气 即使说真的有一些 还有一些生气的 也不要讲 也不要慢慢 慢慢的去过去 这里边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佛经常给我们讲 包括在 《金丸经》里边 讲 叫 乐 乐阿兰诺 就是 喜欢什么呢 喜欢寂静 喜欢三菱 喜欢远离 热闹 也有这个观念 反复的起 你没有达到 菩萨境界 我们就不要轻易地去 跳到火坑里边去 虽然我们现在也是火坑 但是要懂得 我们除了必须的 工作去生活以外 剩下的时间 我们要想办法 让自己安静 要安静 要躲开 躲开 躲开 躲开烦恼 躲开这些 没有必要的联系 要懂得这个东西 因为 空闲时间 宁可自己去 兴起来 这也就非常重要 否则你 跑到哪去了 你不知不觉 我们现在又把握不住自己 不知不觉就在造业 不知不觉就受害了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个无作恶事 每个人 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经常我们现在 以前经常有人说 多有恐怖多条路 也不见得 那可能多有恐怖 多一条害 都有可能 所以说 真正的正确 是什么呢 要有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理念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没有必须 无论的观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